原来他现在住在这儿 明天来见他一起上学吧 你来了弟弟 哥 我已经进入张涛涛所在的学校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你继续潜伏在他身边 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他发现什么端倚 好的哥 我知道了 他父亲张大为 真的是杀害爷爷的人吗 是啊弟弟 当时爷爷为了保护我们 而被张氏敌团的人给杀害了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你放心吧哥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这是哪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醒了 你是 你是谁啊 我头好疼啊 弟弟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你哥哥啊 哥哥 是啊 我们的爷爷老灯头 被张氏集团的张大为给杀害了 他竟然还不放过我们兄弟二人 怕人炸毁了我们的基地 他为什么要杀害爷爷 这个张大为阴险狡诈 冷酷无情 爷爷本来在他集团工作 有一天张大为走私了一批军火 被我们爷爷发现了 他就杀人灭口 现在竟然连我们都不放过 太可恶了 我一定要给爷爷报仇 哥 我现在该怎么做 弟弟 你快回去吧 不要被别人发现我们的关系 要不然你会很危险的 你最近只要潜伏在张涛道身边就行 一定要和他成为朋友 最好 让他爱上你 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成功了一半 好的大哥 我今天回家的路上 发现张涛道在跟踪我 啊 他没发现什么吗 没有 我看他走后我在出的门 他好奇怪啊 为什么刚见我第一天就跟踪我 听说这个张涛道是个花痴 花痴 可是不太像啊 好了不要想太多了 张氏集团的人啊 都会说谎话 你一定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弟弟 你先下去吧 我知道了 哥 大哥 为什么不直接做了这小子啊 还不是时候 这次有了这个傻小子的帮忙 利用张涛道对他的感情 我一定能成功打败张大为 我要让张氏集团消失在和平大陆 我只能按钮 我只能够考虑 吃到个石森 我只能够过过